Hello 歡迎收看今集的五熟不吃 終於有一個新角度 買一個新的儀器 去將G-Camp 動在這個位置 所以大家看的時候 可以多看一些不同角度 最近的疫情比較嚴峻 大家可能都要帶飯 所以開始做多一些可以容易帶飯的系列 那些容易煮的帶到飯 都是一些很適合的食物 或者這個系列應該有的元素 那我們就介紹一下食物先 我們轉一轉鏡頭 我們這裏見到有些油蜜菜 這裏買了一斤的 兩口子買一斤的油蜜菜 托殺了很多 連帶飯都不是差很多 今天煮的湯 這個是一個節瓜 節瓜會煮的瘦肉湯 沒什麼難度 都是節瓜 瘦肉 什麼樣子 就是兩碗薑 鹹蛋 油蜜菜是什麼炒呢 就是有豆豉鯪魚 然後 今天就會有這個 這個龍蝦 一隻龍蝦 兩隻龍蝦 兩隻龍蝦 這麼多 龍蝦都是一些比較貴的食物 不過這次是睡覺籠 非常適合這次的題材 當然大家喜歡用新鮮籠的絕對是可以的 非常之歡迎 不過 便宜就便宜吃 貴就貴吃 這次最難的東西就是炒菜 最耐的東西就是滾湯 我們先處理食物 避免避料 我跟大家講過了 小弟喜歡處理菜的方法 其實都是將它開一半 其實火鍋那集也講過 任何菜 我習慣 將底部這塊切掉 不要 然後切一半 OK 好了 下一步呢 浸菜 浸多久呢 好視乎你有多趕 其實浸多久一點都是好事來的 因為你怕它有些農藥 還有你怕它有些蟲 是不是很低能 任何說呢 有些人找我 PM我 說很喜歡看我這個系列 說它原來是完全不會煮飯 即是未煮飯 我也明白 因為看我的頻道的人 我都知道那個最多年齡層 其實都是二十多三十歲 有機會真的不會煮飯 更何況這個疫情 所以就可能做些東西比較低能 大家高手的人不要見怪 你要我煮其他菜系 真的不要說深一點 可能難一點 不熟不熟一定會繼續有 但最重要是要照顧這班人 照顧了一班不懂煮飯 或者是喜歡看我煮這些菜系的人 這些會比較重要 大家聰明的其實不用經常看我 我也不是特別聰明 我們打一拳菜的水就洗走它 倒走它 放多士水 放水的同時就放些鹽 叫做薩蟲 這些都是比較常處理菜的方法 放到一邊 先浸泡一下 其實這個是一個二十元的肉來的 非常之貴 為甚麼呢 二十元這麼大塊是一件很貴的事 但是沒辦法啦 首先怎樣處理它呢 用鹽酒水浸泡它 這塊肉呢我們是不會出水的 我們是會拿去煮湯 你出了水呢 那你還要煮甚麼湯呢 我們只需要切片 那你要怎樣切呢 就逆紋切啦 其實你要細心點看 你要看到它的紋是這樣走的 所以呢 我們就這樣切 吸斷它的紋 那就OK啦 多厚多薄 你自己喜歡啦 真是滾湯而已 我覺得薄一點就好一點 但是不要那麼薄 因為這麼薄 就很難切 不好意思 又說髒話了 那是真的嗎 你要那麼薄怎麼切呢 動來動去的 就按住它 沒甚麼所謂 最重要你的刀呢 夠膩就不難切 沒甚麼技巧 你不用要求要很薄 或者是很unique 那切片呢 總之你煮湯而已 你現在不是牛扒來的 OK 然後到最後這個 好像很厚 切不到 那 斜一點 切 OK 搞定 這個瘦肉就已經切割完成 好了 這裡有瘦肉 然後這個是青瓜 不是不是不是 折瓜 那折瓜的處理步驟 一樣 我們洗乾淨之後呢 就出去批皮 折瓜呢 我們是需要切粒的 大粒小粒就沒甚麼所謂 我就喜歡小粒 那二人份量呢 我認為一個折瓜都很夠的 我們切它的 那去個頂 去個頂的 我們就切出去 不要 底也是不要 這個個人習慣 切出去 起起起起 好了 我們浸一浸它 浸著它們 不要太容易養化 OK 放在一邊 好了 然後最後一個主角呢 就是這個鹹蛋 鹹蛋買回來呢 你會看到黑黑黑的 洗一下 多髒 那你不用多就可以 那你就要洗 洗都可以的 就把那個蛋白隔開 我們之後呢 那個蛋白是會拿去滑花的 所以我們只要鹹蛋黃 好 好了 放在一邊 我們稍後幾個要做的 不過你不知道 就是我要把牛腩出水 想炆牛腩呢 明天的餐就煮少點東西 不過放心 一會兒也會拍 那麼我們一塊薑呢 我們的湯呢 是需要少少的 有皮的香味呢 那個薑的味道呢 特別的香一點 但是要你洗乾淨一點 我們需要一片 兩片 三片 三片 三片薑 那這裡呢 其實就是很足夠 我們煮的湯 三片很厲害的 夠了 牛腩出水這個 隱藏食譜呢 我就會用到 四片 給多它 牛筋多一片 這個菜呢 我們浸了一段時間 我想浸了 浸了差不多十分鐘了 瓶水呢 都要沖水的 因為我們是浸水嘛 浸完之後洗乾淨它 有個燒機幫手呢 其實都很簡單 好了 然後處理這個 豆豉鯪魚 豆豉鯪魚呢 我們就 抹抹砧板先 不好意思 太濕了 砧板要乾爽 知道嗎 這個是壞習慣 太濕不是好事來的 太濕會滑手 而且會弄到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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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豆豉鯪魚 一罐 我們買回來的時候呢 裡面其實是有兩層的 我們用一個盒子 我們開這個 豆豉鯪魚呢 就會看到裡面 原來 原來 是分開的 哎 哎呀 哎呀 鯪魚拿出來 有些人就說 什麼要 湯 不要骨 你自己喜歡 我就習慣 是把它 叫做切碎 這樣就可以了 你自己喜歡 講開豆豉鯪魚呢 小弟小小 小時候呢 我媽媽 都會買罐口給我吃 那時候呢 我就不喜歡吃這些 什麼沙甸啊 豆豉鯪魚 我就不好吃 我喜歡吃什麼呢 我喜歡吃鳳尾魚 現在不知道為什麼呢 很少地方看到有這麼賣 鳳尾魚不知多好吃 我就這樣撕開它 就這樣拿來吃 很好吃 吃到自己肥了 然後呢 在這個罐頭裡面呢 你就會看到一些豆豉 那假如你不喜歡它裡面的油 那你就扔它 但是這個油才是精華 很棒的 這些 韻麥 只不過以前不會吃 好 OK 這裡有起碼兩個湯匙的豆豉 非常之足夠 好 好的 我們可以開始煮飯 哎呀 糟糕了 忘了煮飯 沒有飯吃呢 那怎麼學人帶飯呢 帶菜 帶菜不帶飯 不行的嘛 哪有飽啊 煮一下飯 稍後呢 但是你要剩的 煮湯飯都可以 最重要 煮完飯 不要被人罵 就可以了 這兩隻買回來 都是80元 非常值得買 本地老 不要要求這麼高 小隻的 好 第一件事 洗乾淨它 講講 今餐這個龍蝦呢 有一半是拿去給我老婆帶飯的 所以呢 就絕對不是那些 哎呀 吃到很貴啊 很高級啊 絕對不是 我們今天是每人吃半隻龍蝦 另外這半隻呢 這個小一點的嘛 這裏有一大一小的嘛 這隻呢 就給老婆帶飯的 那讓它吃得開心一點啦 是吧 沒得出街吃的嘛 這個龍蝦呢 我們放尿 記住龍蝦死了的話 不新鮮的話 我們是要放尿的 當然要是新鮮 不用放尿 因為你劏它的時候 可以甚麼髒東西都出來了 但如果它是不新� 真的睡覺的話 你就要放尿了 好了 怎樣做呢 這個鏡頭呢 你可以見到龍蝦這裏 其實有條尾 條尾的下面呢 有個洞 那這個就是它 柯尿的位置 怎樣做呢 這裏真的睡覺的話呢 你就要放尿了 好了 怎樣做呢 這個鏡頭呢 你可以見到龍蝦這裏 其實有條尾 條尾的下面呢 有個洞的 那這個就是它柯尿的位置 怎樣做呢 看清楚了 這裏呢 有個柯尿的位置 就用筷子沿著這裏 一邊一邊刀進腸裡 拔一下 放出來 那其實這個步驟呢 就是這樣 刀進去 向下 拔 然後就有些汁走出來的 那這個呢 其實就是它那個 我們需要放尿的動作 那這個龍蝦呢 我們今天會做 金銀蒜 粉絲精 那你喜歡用辣椒呢 都可以用的 如果是波籠的話呢 就在它頭 會有一條線的 那我們就在那條線上 閘下去 那就可以開邊的了 這些是不行的 因為這些呢 我們無法解釋 那條線 還有這個位置呢 我們下不到它會有線 所以反過來 在這個位置 口的位置 放進去 然後閘 切 切 然後怎樣 閘下去 好了 然後呢 剛才忘記說 就是我們這個豆豉鯪魚 那些鯪魚呢 我們都要剁一剁的 因為呢 這麼大塊 怎麼搞啊 怎麼吃啊 那你喜歡啦 你喜歡 可以切開一半 或者再切都可以的 你自己喜歡 有大有小 好不好 有大有小 大家吃得開心 那其實呢 它的骨呢 我不會去的 我不會幫它去骨的 吃得的嘛 大哥 放在一旁 真的可以放在一旁 那粉絲呢 你就可以用 可以不用的 我這個粉絲主要呢 都是用來把那個 蒸龍蝦的汁呢 吸收 絕對不是一個 這個必要的食材來的 那但是呢 它很有趣的 它又可以優先裝陷的 鋪好一點 鋪開一點 散開一點 讓我們放一隻龍蝦 放兩隻龍蝦 放兩隻龍蝦 好厲害啊 兩隻龍蝦 多厲害 你喜歡呢 可以穿著它 或者你不介意它 它捲起來 就可以不穿的 小的那隻沒什麼高 真的不公平 這個世界完全都不公平 做人都不公平 做人都不公平 不過做人 什麼時候會公平 做人根本都不公平的呢 由我小時候 沒得買玩具的時候 我都跟我自己說 做人根本都不公平 那這裡是一個 蒜蓉自己做的 所以把椒子撕掉 這個是自己打的蒜蓉 那麼呢 我們金銀蒜呢 其實都是 把蒜蓉 淋在龍蝦上面 不如把它吸收 如果是新鮮龍蝦 我就不會這樣做 真的 你自己喜歡 新鮮龍蝦 我覺得這樣做 某程度上 是浪費龍蝦 你把這些 用來做上通龍蝦 是不好吃的 怎麼好吃呢 這麼小隻 好了 然後炸蒜 炸蒜是令它更加香 還有那個 看起來層次更加漂亮 自己炸吧 知道嗎 自己炸香 好香 我已經聞到了 剛剛呢 忘記了一樣東西 還有紅腸 忘記了說 這個紅腸是用來 跟我們那個 菜一起炒的 我以前很喜歡吃紅腸 不過它切得不漂亮 我喜歡 我就喜歡切闊一點的 這樣吧 好不好 好 以前小時候 小弟吃紅腸 我是很喜歡咬它的皮 才再吃它的肉 即是騰騰骨 吃完它的皮 才吃它的肉 不過 是不是很怪呢 是怪癖來的 有剩的 自己包保鮮紙 冰了它 這些紅腸 是一些加工的食物 在任何的 會賣急凍食物的店 都應該會見到油 包到它 冰了它 好了 好了 紅腸用之前要洗的 不要這樣用 紅腸最好吃 除了吃它的皮 之外 它的腸頭是最好吃的 任何喜歡吃腸的人 都不會抗拒吃腸頭 好 停下水 這次這個鍋比較大 不過 喝多少就煮多少 我們幾片薑 不用加油 健康一點 麻煩 加適量的水 你喜歡用油爆香的薑 所以它沒有油 鹹蛋黃也有油 不要弄太多 加熱的同時 就可以將折瓜放進去 瘦肉 讓它滾起才放 記得這個湯 是要滾出味 所以我們要少許時間 半小時 鹹蛋放進去 我們將它煮滾之後 其實就可以放在一邊 可以自己吐 忘記開抽煉煙機 好熱 灌起之後 完成 就可以 跟另外一個爐頭對調 搬過去 開回做個 中火 換個蓋 自己先煮一下 煮三四個字 現在半小時就可以 沒什麼所謂 還沒煮滾 煮滾 然後這個時候就可以 開蒸爐 我們只是蒸龍蝦 很簡單 然後這個時候 這隻鍋要炒東西 還沒可以 我們要加點水 水滾再說 我出去做點事 你是臭貓的 知道嗎 Hello Hello 喂 它有點餓 喂 走 走走走走 走走走 我們不斷炸做五 可能炸做五六成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軟身的時候 就可以放回到燒機 這樣做就可以令到它 濃一點 沒那麼容易黃 不是什麼特別的東西 你可以不煮的 不煮就簡單一點 直接炒 鑊就清一下 好了 好了 拿完之後 收回做個小火 這個時候蒸爐 ready 所以我們就把龍蝦扔進去 嘩 又來了 好大煙 嘩 神經病 嘩 拜拜 搞定 嘩 好熱 超熱 好了 我們再把蒜放進去 一個湯匙 小火 OK 然後就可以把豆豉放進去 倒進去 倒進去 我們可以剁豆豉 但是如果你不想剁 你可以在這個時候 把豆豉壓碎 少都是爛 你喜歡可以預先剁的 然後就可以和蒜拌在一起 灑一灑走 豆豉鯪魚的鯪魚放進去 豆豉 豆豉 假如你有紅腸 這個時候都可以放進去 我們可以開大火 非常邪惡的 平民腹食 這個很好吃 我們儘量炒到它乾身一點 就要再拋一拋 好了 然後下一步 就可以把我們的菜 加進去 一分鐘 一分鐘左右 就可以把整碟起 非常之快 這一步就要大火 記住 千萬不要小火 小火會飆水 那其實盡量都是把 那些東西 炒在一起 好了 上碟先 那我就不調味了 這個因為我覺得 去夠味的了 豆豉鯪魚本身都很夠味 好 小弟以前最喜歡的食物 紅腸 終於由自己的手 煮出來 湯還有 一分鐘 龍蝦還有三分鐘 好 上桌 少許鹽會好一點 你喜歡 這個很自由 調味道 但胡椒粉就不用了 跟平時拉蛋白花一樣 保持攪拌 然後慢慢把它倒下去 繼續畫個花出來 不要一次過倒下去 沒什麼難度 好 行 吸手的湯碗 這些碗好 又不用太過 太過 怎麼說 太多湯 又得體 難怪媽媽這麼喜歡 太過分了 兩口子來說 這裡算很多 大家有時間 可以做些瑤柱 冬菇 調味道 金牙火腿都可以 龍蝦已經蒸好了 十分鐘 小心點 好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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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會兒給你看 我們今餐就是吃這些東西 首先這裡有 豆豉鯪魚炒紅腸油麥菜 然後這個就是今天我們煮的湯 折瓜鹹蛋 瘦肉湯 這裡呢 金銀蒜蒸龍蝦仔 就這麼多了 這次有飯 真的有飯 哇 兩米 一定夠 好 今餐我們差不多了 喜歡的請你讚好 分享出去 叫媽媽看一下 訂閱頻道 追蹤我Instagram和Facebook